这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没有 金公子 我跟秦大哥 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应该为我们感到开心才是 少庄主 我没想到你是如此 忘恩负义之人 我金颖文没有你这个朋友 金兄 我跟小蝶还要继续准备婚礼 若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但若是没有 也没关系 金兄 你这是何意 当初在天主 在万商大会的时候 你怎么向我保证的 你忘了吗 金兄 我只记得你跟我说过 当有一天我跟花蓉分开 你便会急不可待地补上 现在不是金兄的大好良机吗 你又何必假惺惺地过来 说我的不是 锦胸 你管好你自己辩口 我秦上诚不需要别人 来告诉我怎么做 花容姑娘对你用情至深 你竟然不好好珍惜 反倒这样伤害她 秦上诚 我告诉你 你会有报应的 秦大哥 你还好吗